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北魏孝文帝传 今天咱们讲第四十回 御林军和湖奔 公元四百九十年 太和十四年 冯太后死了 北魏终于迎来了孝文帝时代 我觉得对那个时代 应该有一个宏观的认识 南北朝在太和十四年 孝文帝上台的时候 是个什么样子 南朝现在是谁 北朝现在遇到的具体的困难 到底是什么 这个搞明白了 我觉得孝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 自然你就看明白 很多北魏的问题 也都会迎刃而解 这个时候已经是南北朝了 北朝就是现在的北魏 南朝是谁呢 在太和十四年的时候 南朝是南朝齐 就是历史上 萧道成 创建的南齐 这个时候 萧道成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太和十四年的时候 是他的儿子 萧泽在位 这个萧泽的年号 就是永明 在南朝历史上 这一段被称为永明之志 被认为是非常好的 一段 但是永明之志 我觉得恐怕值得大家好好看看 咱们后边对于永明之志的实质 咱们还会提到的 南朝 是吧 南朝齐上台是公元476年 公元476年南朝齐建立 第二年 477年 就是太和元年 你看就差一年 所以南朝齐的建立 这个时间 基本上就是 就是北魏 开始太和改制的时候 咱们讲过 南朝宋的刘裕 在476年的时候 南朝宋这个时候 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南朝宋在一片危机中 最后灭亡了 萧道成 创立了南朝齐 南朝齐 开始改革 跟着第二年 北朝 北魏 开始改革 就是在476年 477年 南北朝几乎同时 开始了这样一场改革 可能南朝 开始的还要早一些 不但他们在时间上相同 巧了 大家改革的对象都一致 都是改谁呢 都是针对当时的地主豪强 你看甚至南北朝 甚至达成了一种默契 就为了完成内部的这种改革 连仗都不打了 打得那么凶的南北朝 在这个时期 在这个改革的时期 这期间有十多年 南北朝互不进攻 基本上算是 算是和平了 完全的和平 那是不可能的 是吧 但是大的国家级别的这种战略的进攻 基本上 基本上都停止了 原因很简单 是吧 北魏现在不想打 内部矛盾太大 曾经那么血腥的南朝 南朝我跟你说 现在乱子更大 南朝现在是遍地草头王 在北魏实施 君田制 三长制 咱们上回讲 进行官吏制度改革的同一时期 南方也在实施着所谓的改革 在历史上 在南朝其实时的改革 叫雀吉改革 那大体意思和北方类似 就是解放农奴 要给农民分地 然后然后国家收税 所以不同的在哪呢 就是南方比北方啊 这件事要难搞得多 一个是南方的宗族更强大 另外一个呢 北方总体来说 当时的情况叫做地广人稀 所以这分地这件事很容易 但是南方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南方的空地不多 你看北魏 一分田 奴奴就都离开宗主了 南方做不到 南方要先灭了这个地的宗主 然后再分田 所以最终 北魏的改革呀 算是成功了 而南朝齐 南朝齐因为改革 最后成为了南朝当中 最短命的一个朝代 宋齐良辰 这南朝齐最短命 好像只有 应该是只有二十几年 他的这个土地改革 激怒了太多的人 结果动摇了国本 导致他短命 更要命的是啊 除了改革遇到很大阻力 没有进行下去以外 最终南朝齐眼看改革太难 竟然半途而废 中间停止了改革 又缩了回去 结果呢 结果造成了社会巨大的动荡 跟着你走的人 最后没老招好 你反对的人更恨你 在动荡中 南方的农民 没有得到任何实际上的好处 所以后来就完全不支持中央 而是有的逃往北方 有的干脆就支持宗主们了 南方最后改革失败的结果 就是越改越乱 南朝宋就是因为混乱而灭亡的 现在南朝齐竟然比南朝宋更乱 于是南朝齐成为南北朝的一个转折点 这以后基本上逐渐就转为北强南弱的格局 这个分水岭 就是北方的太和改制成功了 而南方的雀疾改革失败 他们一成一半 最后导致南北朝的强弱出现了逆转 应该说这个时候的孝文帝 在太和十四年孝文帝上台的时候 他所面对的局面就是这样一个 怎么说呢 应该说有利于北方的局面 或者叫正逐渐于转向对北方有利的局面 这是他奶奶冯太后留给他的应该叫大好局势 对于拓跋宏孝文帝的这个人的分析 其实你看历史 历史书上其实是比较倾向于认为 他是显卑人叛徒 他是一个显卑人的叛徒 这种说法 他汉化 但是他背叛了显卑人 如果你看明白了 当时显卑人和汉人有很多的矛盾的 当你看明白了这个 这个问题就 那你说 那你说导向汉人的显卑人 那可不就是叛徒 所以这个说法很对 这个说法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是简单 是吧 用它完全能解释那些年的那些事 所以如果把北魏的故事一带而过 如果北魏在过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是配角 我觉得 我觉得我可能也会 也会这样讲这个故事 就是拓拔红 因为奶奶有汉人血统 因为从小 他就读汉人的书长大 所以他的本性 就已经是个汉人 就是他是个 怎么说呢 你说他带着显卑民族 汉化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是吧 说他是叛徒不为过 但是其实啊 这件事大家要是细想 还是有些其他可能的 因为什么 咱们今天咱们就不继续往下赶路 是吧 咱们就就停在这 咱们就仔细说说 说是孝文帝刚亲政的时候 可能的状态 除了孝文帝 咱们刚才说的 他是个汉人这个选项之外 其实有另一种可能 另一个选项 以前讲南北朝 其实大家的眼睛 都是盯着战争的 是吧 内战是南北朝 一个永恒的话题 有没有人跳到空中 在这个时候 把眼光看向整个世界 如果是这样 你会发现 就在中国南北朝 这个时代 全世界当时最关注的地方 其实不是我们东方 而是西方 南北朝这些年 这是东罗马帝国 崛起的时代 在中亚 这是波斯人崛起的时代 就东亚这个局部来说 我们认为 他正经历着来自西方的 西域文化的传播 西域文化背后是波斯 波斯的背后 是东罗马帝国 这是一种文明 强势的自西向东传播 北魏 其实这个时候 正承受着两大文明的挤压 来自西域的文明 他现在已经传播到 柔然和高车了 这是一股文明 另一国就是汉文明 南朝 南朝的汉文明 当北魏面对单一文明的时候 你看显卑民族 一直顽强的坚持做自己 显卑一直拒绝汉化 尤其是拓拔这一支 我觉得主旋律 应该是拒绝汉化的 他们在这一点上 我跟大家说 很像现在的日本 就是学习你 但是不做你 我有我自己的坚持 你看日本 日本人很像汉人 他们写汉字 穿汉服 说汉话 是吧 他们的语言当中 有多少汉化的成分 是吧 他们吃汉族的饭 用筷子 但是骨子里 日本人和中国人完全不同 现在北魏其实 也是这样一个 一直坚持着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到了现在 当他在两种文化的挤压下 北魏其实现在必须做出一个文化上的选择了 因为以前他们 他们所以能够拒绝汉化 是吧 跟跟汉族发生战争 那没关系 是吧 打仗也没关系 大不了 打不过就跑呗 是吧 打赢了我就南下 打不了我就退回到新安岭 而且在新安岭会有源源不断的一波又一波的 显卑人南下 可是现在到了这个时候 当真的西域文明向东扩展以后 新安岭现在已经是高车人的天下 那儿现在都是西域文化了 显卑文化 为什么能够保存到北魏呢 先前那多古文化都消失了 都被汉族融化了 还不是因为他们在北方有自己的这个源头 可是现在他的源头已经没有了 所以还想跟过去似的 是吧 惹不起 躲得起 你现在无处可去 西域文明的崛起 已经把显卑人逼到了墙角 他必须在汉文明和西域文明之间 做出一个选择 北魏现在面临的选择 孝文帝面临的选择 冯太后面临的选择 其实只有两个 一个是接受西域文化 一个是接受汉文化 已经不存在中间 以前做自己 这样一个选项 如果给显卑一个海岛 我觉得他们可能 可能会学着去做日本 你给他们一个半岛 是吧 也许他们就是另一个朝鲜 但是没办法 他在大同 在大陆的中间 他们现在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必须二选一 我心里的冯太后啊 我更愿意认为 这大姐不糊涂 而是一种高瞻远瞩 他并不是对自己民族的背叛 而是坚定的在做显卑人 冯太后和孝文帝选择汉化 是代表显卑民族 在他们必须做出民族选择的时候 他们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那就是在文化上导向汉人 用汉文明 抵御西域文化 这里有一个很矛盾的说法 就是北魏既然选择了和西域文明去作战 他选择了投入汉文明 怎么会最后 孝文帝会带领着北魏大军南下呢 这句话其实啊 我跟大家说 你要想透了 一点都不复杂 怎么想透这件事呢 你只要把它和另一件事 做一个对比 对比什么 对比显卑和后来的蒙古 显卑我们知道 那已经融入汉民族了 是吧 中国现在没有显卑族 而蒙古呢 蒙古至今 也没有完全融入汉民族 咱们讲过成吉思汗了 成吉思汗当年是先向西再向南 这就是他们的选择 蒙古其实遇到的问题和显卑是非常相似的文明 就是在西域文化和汉文明之间 他们必须选择一个 成吉思汗的选择是选择了西域文化的 所以大家注意到了 成吉思汗和孝文帝都是选择和自己希望融入的文明开战 然后获取那个文明的力量以后去消灭另一个 真的 文明这件事就是这样 我们首先选择我们爱的文明 然后与之融合 然后融合以后的力量 获得融合以后的力量以后 去和我们反对的文化战斗 孝文帝的南下真的不是对显卑民族的背叛 那是一个选择 表明他选择加入汉文明 然后呢 然后他是一种与汉人作战的姿态 也不是因为仇恨 而是 而是 而是选 而是这也是一种选择的表现 所以对孝文帝是不是一个叛徒的另一个解读 应该是孝文帝和冯太后都是很纯粹的显卑人 他们的汉化是一种选择 在西域文化和汉文化当中 他们二选一了 他们选择了汉文明 我其实自己更愿意相信 拓跋洪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显卑人 百分之一百纯粹的 是吧 他的汉化和他南下和汉人开战 一点都不矛盾 因为他选择汉化 要做一个和 与做一个西域人相比 他选择了宁肯做一个汉人 孝文帝的汉化之路的起点 就在平城 大同 他的开始 就是要发动一场南下对汉人的战争 而在他发动这场战争以前 他需要做出一些准备 他做的一件大事 就是组建宇林军和虎奔 他老爸想干的那个事 想干而没干成的那个事 孝文帝干了 而且干成 宇林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队 咱们以前讲过 是吧 虎奔又是又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他们都是只属于皇帝的军队 现在实际上北魏出现了第三支军队 以前 北魏有两个政府 是吧 一个是汉人政府 一个是显卑人的政府 汉人出现了政府 汉人在分地以后开始扶摇役 也开始扶兵役 那就是说 以后显卑化的汉人的正规军 这句话有点闹 有点绕啊 显卑化的汉人 开始组建正规军 就开始形成了 北魏开始出现汉人军队 另一支军队 那就是原来的显卑军队 是吧 显卑军队分成两股 一股是北方六镇 这以前就是北方六镇 都是军事单位 他们本身就是一股军队 北方六镇是显卑军队 同时在各地 还有一支显卑武装 这就是镇压各地的 政府的军队 这是显卑主要的军事力量 野战军 北方六镇和野战军 组成了显卑的军队 现在呢 现在皇帝在这两支军队以外 汉人军队和显卑军队以外 要组建第三支军队 这就是雨林军和虎奔 这个意思可就是太有趣了 对吧 因为组建这支军队的时候 孝文帝还在大同 看来他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样一支军队 但是其实就是因为组建这支军队显现出 孝文帝此时南下的决心就已经下定了 因为组建这支军队就是两个意思 第一个皇帝信不过汉人 皇帝马上就要进入汉人区了 而他组建了一支自己的卫队 这说明什么 说明皇帝已经预感到将来汉人可能不喜欢自己南下 同时呢 同时他也没打算带着显卑人南下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不会喜欢南下 建立自己的武装就是这个意思 这次南下是去和汉人拼命的 组建一支部队 显然的汉人是不信任你的 是吧 这说明 说明汉人是不信任的 同时 自己这次离开大同 离开平城 那就是一去不回了 以后 以后北魏将是一个中原国家 这对于世界 世代生活在北方的显卑人来说 是一种失落 但是为了北魏的未来 只能让你们失落 皇帝要走了 要去统治汉人 去做汉人的皇帝了 去做一个汉化皇帝了 你们不愿意跟着去 就留在这儿吧 所以 一定这帮显卑人 将来会对自己动刀子的 那为了自己的安全 怎么能 把生命交给这帮人 孝文帝于是用拓跋式的子弟 组建了羽林军 同时 亲自挑选了一帮烈士子弟 作为自己贴身的护卫 这就是虎奔 历史书上的孝文帝 要是他 是 应该说是有非常强硬的一面 你看他吃饭 以前是有人试吃的 防止有人对他投毒 他走到哪 都被假释包围 你想行刺 根本就没那么容易 所以 羽林军和虎奔的组建 其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他让我们看清了 真正的 孝文帝 这才是真正的孝文帝 是吧 我愿意让你记住 另一个孝文帝 不是那个文弱的叛徒 而是一个凶狠的贤卑人 一个白面大将军 战火 这就要点燃了 好了 咱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 加掌柜的微信公众号 掌柜说历史的汉语拼音 我们心平气和的读读历史 咱们的读读历史